新冠病毒 很久不见的曾奇欣医生 感染及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 我的师弟 师弟 都是要叫曾医生 你好曾医生 曾医生 又要请你出山的原因 忽然之间近这一段时间 新冠病毒又开始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每个人都说中了 三年没有中 在这一段时间中了 但好像我们没有以前 经常报价 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是怎样 只是偶然听到报道 好像是第六波疫情将来 我想问问曾医生 现在是怎样的呢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我想的确实很复杂 复杂在心态上的复杂 因为大家又很想复杀 但是呢 又见到身边一个个朋友 同事 亲戚 又出界地 惯杂 就是 塌了 病了 为什么呢 其实第六波呢 我自己觉得 其实是由四月已经开始了 我想正正是因为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病毒本身变了种 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而现在流行的一个叫XBB XBB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没有口罩力 那大家都 防范那方面就松懈了 第三个原因呢 我想的而且确是 就是我们本身之前说打疫苗 无论你透过接种疫苗有那个抗体保护 或者免疫保护呢 其实都已经相隔了一段日子了 那你的抵御的能力呢 开始就变得弱了 那我想起码超过 譬如你说的那些二级疫苗 或者科兴那些疫苗 第四针第五针 可能都已经超过半年 基于上述这三个原因呢 我想说呢 就是因为 因为导致到今次第六波 四月左右呢 开始呢 就有这个第六波 那所以变相呢 见到有很多很多个案 那当然呢 现在就很少公布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没有了那些 行常的通报机制 你不需要情报的 那所以呢 变成了呢 就在新闻不会知道的 但是我们自己行内 自己医生呢 就哇 为什么又来呢 哇 好像都挺重要的 哇 好像就是 以前没有中的 现在又中的 或者中完又再中的 那 但是问题 我想说呢 就是健康的人士 本身没有长期病患呢 可能呢 就未必 太受影响 但是问题 如果你本身有长期病的 或者呢 你年纪都有了 差不多的 真的又不要看轻 因为呢 我 我 见到我的病人呢 在医院呢 都挺重压的 病毒量都高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说 就是 年轻人 你不需要太担心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很多年轻人 看着你的台呢 都会认同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不想病 虽然大家没有那么担心 尤其是比如我们已经打了疫情 但是那种不舒服呢 喉咙痛得很紧要 被火烧被刀割呢 或者令到你咳得很紧要呢 其实那种的suffering呢 你都不要说 就是不影响到你 所以我想呢 其实当然可以的话 当然不要中了 但是问题中了的话呢 即使是年轻人打个针呢 其实呢 都有一些辛苦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不会影响那个 即是不会变为重症 但是问题就是 都不想病 都是一句 我想知道 在你们专家医生 去看的病人 你会觉得 因为年纪大 都可能是重症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 就说没事了 咳两天 很辛苦 咳两天 就当感冒 你觉得这个心态 又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心态 又不是啊 不能掉以轻心 咳 即是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自己病着的时候呢 就真的不要让人出街 还有呢 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的时候呢 但是你又未知道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的感觉 或者自己戴上的口罩呢 我自己觉得都 为己为人 应该都应该做的 虽然现在没有口罩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 我想都要看回自己的家里 如果你家里有一脑一乱呢 其实你自己的平常的社交生活啊 或者你自己的警觉性呢 我自己觉得都应该要提高 因为呢 你要想呢 就不是你静止你自己病 你其实呢 你有机会 万一你真的感染了呢 你带了这个病毒回去 给你一脑一乱的家里 家庭成员呢 其实都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面对呢 就是我真的很想透过 打眼哥你的节目呢 现在呢 无论是工营 或者是私营的医院呢 你找一张床位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尤其是是新官 就是我们讲的大人小孩 因为我也有帮忙看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多爸爸妈妈呢 见到他的小朋友 发到很高烧呢 就是公立又收不到 私家又收不到 但是只是看门诊呢 又没有办法去 就是处理得到的时候呢 你的确实是有着急的 那所以我当然希望大家病 那因为最主要 无论在个人的立场也好 也好 现实的情况也好呢 现在是真是 很难找到病床去入院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周先生 你是感染及传染病的专科医生 那我就想你在这个角度告诉我 我又听到 现在去到高峰 不过跌倒了 不知何时会跌 好了 如果我不讲这一波 再远看多些 是不是现在这个COVID 就会形成一个就是 跌回过两个月 又来第七波 接着又去高峰 大家是无限轮回的 即是束手无策的呢 现在我想的确我们看到 差不多每四个月左右 就有一个新的品种 是会比较流行一些的 这个品种呢 通常就会 不仅仅影响香港的 其实 西方国家都会同样地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 跟外国已经接通了 往返去不同地方 所以病毒那个统一化 或者全球化 其实我自己觉得 基本上很容易都 在不同国家 看到的品种都大同质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的而且确是 给人家的感觉好像 不断不断地 这样好像我们说的 周圆福祉是出现的 其实我想在病毒的层面 即是不要只说新冠 其实我们流行病毒 或者我们最近经常说 那个呼吸道核包病毒 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变相 其实大家是要小心的 但是需要不需要 过分担忧呢 我觉得又不需要 最重要就是你按时 做回应该要做的 譬如我们说的 过来卫生的习惯 还有如果如果 未来冬季呢 世界卫生组织 都已经呼吁药厂 要更新它们 新冠病毒那个 疫苗的品种 病毒株 如果如果 譬如去到今年 本年底 我相信 十月 十月 应该会有些新的 疫苗出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你是信 疫苗帮到你的话 我觉得 应该 都应该要接种 一个新的 品种 疫苗 是预防 未来冬季的情况 未来冬季 但我现在 说回 现在当这个第六波 这个是XBB 是吗 是XBB 即是在这段时间 旧的疫苗 理论上 因为这是新的 变种 可能未必 针对到 新的又未来到 即是我们 其实现在 都是绑住双手 在这段时间 是吗 现在好些 现在比起我们 就是 头的一二三波 其实好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有抗病毒 治疗 我们有抗病毒 治疗 其实最重要就是 你 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快测 去看看自己 是不是感染了 有时候做一次不够的 可能要连续做两三天的 去确立自己 有没有感染 因为有时候 我都发觉有些病 他说第一天 第二天没有 第三、第四天 就是病到第三、第四天 才出两条线 如果你是 真的出两条线的时候 而又符合政府的条件 服用新冠的人物 其实我会建议 更快服用的 所以又不是完全 就是我们去消极 去面对这个 新的品种 第六波这个来临 或者现行有的处境等等 其实都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做得到的 至于你说我们 譬如二架疫苗的 是否真的完全防范不到 就是我们说的XVB呢 大概五成左右 预防有症状 大概五成左右 但是预防的重症 或者减少死亡率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奉劝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人 是未打二架 我自己觉得 都是可以去想一想的 譬如你够重要去打 所以变了 这部份我相信 市民都应该有一个位置的决定 我想在这里 最后向你求证一件事 就是坊间现在都会这样说 那些病毒是的 第六波第七波 越来越弱的 就是没什么的 你在你的专业角度 你可否给一个 就是说是 还是说 不是 你有另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水晶球 百分百可以肯定得到 是一定变弱的 但是问题的趋势应该就是 但是你说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而那个品种是令我们束手无策呢 其实不是只有我说的 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专家 提醒我们 可能会面对一些新的变种病毒 所以为什麽叫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那仍然要是放资源在科研上呢 或者在那个 流行病学那个监察上呢 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如果有 發觉有不对路的时候呢 其实是要 打仗 要提醒世界 不同国家 世界不同的人 就是关于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 我想 现在是可以 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问题 我们仍然是要 关注着有这方面的 出现的可能性 今天谢谢曾医生 这条片 其实刚刚在第六波 叫做高峰期 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掉下去 但是大家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曾医生也说 其实一直四个月 大概四个月五个月 他又会 不知为何又会另外一种出来 所以基本上 大家是辛苦 已经过去三年很辛苦 但是学了的东西 就是学到怎样去应付 我们仍然要放在我们身边 口罩 勤洗手 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身边最爱的人 谢谢曾医生 觉得这条片有用 真的和我分享出去 让大家知道更多 现在的状态 新疆情况是如何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留言 我希望曾医生可以 有时间帮他们复一复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